8月25日,浙江卫视官方微博发布最新消息。 鉴于对观众和网友反映的中国好声音节目的问题正在调查之中,该节目暂停播出。 该消息已经发出,立即登上微博、抖音等平台热搜榜。 作为中国好声音背后操盘手灿星文化的母公司,星空华文股价跌超8%。 事情的起因是8月17日晚社交平台上传出的一份9分钟录音。 内容是一顾女星李文控诉自己在节目录制过程中的遭遇。 录音曝光后在各平台持续发酵。 早在8月18日,星空华文一度跌超20%,再次股价大跌,对其之后将造成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。 朋友们,那音和好声音正在封锁我们的视频,请点赞支持,让更多人看到。 过度依赖中国好声音星空华文已现疲软。 数次上市未果,2022年12月29日,星空华文终于得偿所愿,在港交所挂牌上市。 上市首日股价涨幅达70.57%,然而开局及巅峰的星空华文并没有给资本市场带来更多信心。 作为国内最大综艺节目IP创造商及运营商之一,综艺节目IP制作,运营及授权业务,是星空华文主要的收入来源。 延续了11年的中国好声音IP,更是其综艺业务的核心。 招股书显示,2019年至2021年,中国好声音贡献的收入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1.4%,28.7%,29.3%,相当于剩下几档综艺节目收入的总和。 这就意味着一旦这档老牌综艺出现问题,公司的营收将难以保证。 为此星空华文并没有做好风险预警的相关措施。 根据其业绩表现近年来,该节目的营收确实已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。 据财报显示,中国好声音的毛利率从2019年的46.6%下降至2021年的2.2%。 2022年,公司综艺节目IP制作,运营及授权业务的收入只有7.02亿元,较上一年同期的8.8亿元也有所减少。 众所周知,综艺营收下降与广告的减少息息相关。 而这也是星空华文一直啃食综艺带红利的直接后果。 自降本增效推行以来,广告投放的减少成为围绕在综艺带头上的魔咒。 作为全国观众都熟知的老牌综艺带,中国好声音同样不例外。 对一家综艺制作公司来说,开发新的综艺IP保持新鲜感,吸引Z时代受众的注意力,是应对此趋势的主要策略。 为此星空华文也在探索全新的领域。 这就是街舞蒙面唱将猜猜猜了不起的武社等节目,成为公司继中国好声音之后的新IP。 新老综艺冷热不均,下一个爆款难遇。 时间拨回2012年的夏天,中国好声音爆火。 节目中导师转译,主持人花式口播等一度成为出圈的名场面,至今还活跃在视频博主的剪辑素材中。 这样的盛况,也促使当年的星空华文成为各大卫视的宠儿,变成诸多热门综艺背后的操盘手。 可以说,星空华文牢牢掌握住了电视时代观众的遥控器。 2015年,随着网络综艺的崛起,星空华文也开始向网综领域布局先后开发出这。 就是街舞这,就是原创极客电音蒙面唱将猜猜猜猜等节目,将其作为新收入的第二增长渠道。 2019年,星空华为已与优酷、腾讯等多个平台保持合作,不断推出S家项目,涵盖街舞、电音、乐队等不同领域。 这就是街舞第一季时节目总点击量突破14亿,豆瓣评分达8.6。 第二季第三季始终保持着8.7、8.2的高分。 但从第四季开始,口碑下滑,豆瓣评分不足8.0。 不少网友对节目的老套路表达出强烈不满。 曾经的爆款综艺,如今也面临着是否还有后续的难题。 事实上自中国好声音者,就是街舞之后星空华文已再无爆款和更有市场竞争力的综艺作品。 对打芒果TV披荆斩棘的哥哥的追光吧。 哥哥从舞美、赛制到嘉宾表演都备受网友诟病。 甚至有不少观众吐槽,节目嘉宾应该去另一档节目,白瞎了这么好的阵容等。 今年播出的了不起的《武摄2》也仅获得《虚敬欢》、《中缅日上》APP等屈指可数的广告头发,与同期热门综艺完全没有可比性。 不难看出,星空华文想要复制曾经的街舞IP和中国好声音创造的爆款路径,这条路显然已经走不通。 而节目中暴露出的赛制问题、套路化情节以及对于导师的不尊重等各种问题,正不可避免地成为舆论风暴的中心。 近些年围绕其版权诉讼的纷争也络绎不绝,招股书中毛利率的下降更是透露出其节目遇到的招伤困境。 对于星空华文来说,当宗安代的红利不在,新综艺的表现欠佳,该如何面对营收持续下降的考验,以及广告收入下滑的颓势,继续接受资本市场的严峻考验,成为当下最需要思考和忧虑的问题。 伴随李文录音的曝光,中国好声音背后的真相慢慢被揭开,目前好声音暂停播出。 据知情人透露,疑似与薛之谦有关,这条消息爆出后,好声音暂停录制升级,一波未停一波又起。 据爆料称,因为薛之谦曝光了节目组的黑幕,引起了不小的舆论风波。 了解薛之谦的人都知道,薛之谦一直都是一个很珍惜人才的人早在明日之子时,对待节目组的不公平对待,黑幕,薛之谦也是挺身而出,只是当场指出。 这次经过李文事件,相信那段时间,薛之谦即使没有站出来发声,但他也已经不想参与录制其中了。 薛之谦拒绝录制爆黑幕。 据爆料称,薛之谦拒绝录制爆黑幕,自从好声音开播以来,相信看过的观众们都知道,薛之谦一直是一个很会玩梗的人,却在节目里很少有镜头出现,就连他在里面说的话。 有时候都前后不搭边,有网友就觉得薛之谦不适合当导师,那你们就没有看看,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吗? 前段时间潘伟博电动转移事件,让大家看到了篮台背后的真相,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很萌,薛之谦更是直接表示,厉害没按自己可以转。 可想而知,这件事情背后的真相究竟是怎么样的? 薛之谦在面对一些参赛选手时,更是直接表示,我们在后面商量谁要转,如果真的有实力的话,肯定是抢着转,又怎会是商量? 蓝台现在的节目质量就这样了吗?必须靠黑幕才能有收视率,惨遭针对一下个李文。 更有网友表示,薛之谦惨遭针对一下个李文,要不是在现场都不知道薛之谦也在面临和当时李文一样的场景, 在一次演出结束后,薛之谦一瘸一拐地走向导师位置,这场景就像当时李文一样,让薛元搀扶没有人,自己独自走过去。 薛之谦一直以来都有很严重的痛风,再加上他的大多数舞台都是唱跳,基本也是和李文当时一样,腿有时候也需要搀扶。 他们明知道薛之谦有痛风,还安排大家吃海鲜。 这蓝台真的是不把艺人放在眼里,还是说只管自己的利益,不管别人的死活,先是李文,现在又是薛之谦,真的是越来越过分, 好好的一个音乐节目,被搞得乌烟瘴气,简直就是利益屠宰场。 不管怎么说,希望好声音好好改制下,别忘了一开始做这个节目的初衷是什么,无数有音乐梦想的人寄托在这个节目上,他们却拿来做利益交换。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好声音,看看他们是不是像对待当年李文那样对待薛之谦,最后希望薛之谦保护好自己,永远真诚地对待每个人。 中国好声音停播,并且开始进行调查,看来此前一直流传的有关节目组玩黑幕,也不完全是谣言。 从海选到总决赛,每注明进阶靠的都不是实力,而是金钱,100块买1个音频票,50万换导师转身,3000万冠军就是你。 连抠扣李文这样的实力歌后,想要互助有才华的选手时,都无能为力,被节目组针对羞辱,甚至差点摔伤在台上。 中国好声音节目组到底有多黑暗,他们又凭什么这么猖狂? 抠扣李文临时救场,却遭遇迫害。 中国好声音今年终于翻车,还得是因为天后李文生前录音曝光,这才揭开无良节目组的面纱,让众人看清他的真实面貌。 2023年好声音总决赛之时,曾邀请李文前来救场,对于这个节目,李文也是慕名已久,出于稀才的心理,即使时间紧迫,他也还是急忙赶回内地参加录制。 他怀着一腔热血赶来,却不想迎接他的只有一盆冷水,以及一个差点要他命的舞台。 出于对节目组以及对各位学员的尊重,李文花了相当多的心思,把学员们的音色以及歌唱习惯一一记录下来,并且根据他们的特色逐一进行策划。 哪怕是非自己战队的选手杨灿也是热心指点,哪怕自己当时身体并不好,他也发了语音条同对方说了很久很久。 李文在交流期间,一直夸赞鼓励对方,完全就是一位知心大姐姐的模样。 对其他战队的人尚且如此热心,对自己战队之人更是尽心尽力,然而可惜节目组并不需要这么有责任心的导师。 然而节目组信奉的是,谁有钱就给谁机会。 在总决赛录制期间,被导演内定的人如果没有发挥好,就会被允许重新再来一次,那些钱不够的人自然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。 李文觉得这很不公平,于是据理力争,想要让每一个有梦想,有实力的年轻人走得更远。 这一举动触怒了节目组,他们仗着人多,让工作人员直接对李文动手动脚,差点把他直接拽下舞台,可以说十分嚣张。 李文的种种不配合惹怒了导演组,他们开始了针对李文的报复。 在录制总决赛的时候,节目组的人设计让早已推脚不变的李文在给学员助力歌唱时,从舞台上摔了下去。 当时怕影响学员的分数,李文强承着起身忍痛唱完了全程,学员发现后也是连忙上前去搀扶他。 可惜李文面临的种种节目组霸凌最后都被剪辑手法给抹去, 正式播出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些冲突片段。 尽管当时有不少粉丝以及观众拍到了事情全貌,也都在事后被节目组压了下来。 直到李文离去,有学员实在看不惯好声音的所作所为,将一切都曝光出来,才把这件事情重新展露在公众面前。 李文的生前录音曝光就像是导火索,引起不少受害者接连发声,中国好声音这档节目的遮羞布被一点点扯下,三千万一个冠军。 2014年歌手陈冰参加了中国好声音,并且顺利加入纳英战队,虽然最后止步于八强,却也令众人记住了他,还称他为好声音第一女子。 然而自从好声音之后,陈冰出现在大众面前的频率越来越低。 正当众人都以为他只是隐退时,他却在近日站出来说,好声音这个黑心节目浪费了我近十年的青春。 陈冰直言自己之所以这些年会消失在公众面前,全赖当初年轻不懂事,跟节目组签了一个类似于卖身器一样的合同,白白绑定了自己九年。 他不满于节目组的做法,也无力赔偿巨额违约金,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公司的安排做下去。 但渐渐的他就发现公司的很多安排其实都极度不合理,即便是看在合同的面子上,他也难以昧着良心去做。 于是他选择了不服从,但因为无法违约,所以这种不服从带来的最终结果,就是被公司血藏多年。 曾经有无数代言找到他,都因为还在合同期内,所以被公司全部拦在门外,不给一点资源,这就是对陈冰不听话的惩罚。 直到今年八月份,陈冰的合同才彻底到期,他也终于重新站在公众面前,揭露了好声音的真相。 那些所谓的帮助草根选手实现歌唱梦想,都是骗人的噱头,真正能实现梦想的还得是钱,所有的票都是靠选手的钱刷来的。 陈冰之所以会止步于八强,也是因为自己没有那么多钱,没办法砸出一个冠军来。 根据陈冰的说法,中国好声音从省赛就开始走拿钱砸前程的套路,一百块钱可以买一千张票。 网友们辛辛苦苦拉的票根本没有太多用处,最后自己喜欢的选手之所以能博出位,还得是因为选手自己掏钱竞选成功。 谁花的钱越多,谁就能走得越长远,真的要拿到冠军恐怕要投入千万的资金。 除了陈冰外,一位名叫邱志都的歌手,也忍不住站出来揭露中国好声音节目组的黑幕。 他曾是2016年福建赛区的冠军选手,实力不可谓不强盛。 然而就是因为他没有钱交晋级费,甚至连一位导师都不愿意给他转身,只能遗憾止步于全国赛初选。 曾经的他害怕被封,现在的他总算有了足够的勇气站出来说出这一切,并且扬言自己将会毁掉所有奖杯跟奖状,因为这些东西令他感到耻辱。 也有网友现身说法,说自己的老师从县城海选开始,就一直在网里砸钱,砸了十几万终于砸不动了,才遗憾退出比赛。 十几万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,已经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了,就这甚至还没办法有露脸的机会,实在是可恶至极。 难怪网友忍不住吐槽说这个节目应该叫我们时有钱,只要有钱,哪怕唱得再难听,导演组一声令下,导师的椅子就会自动转过来。 从人工转圈到科技转圈,前段时间刀廊出了新歌罗刹海事,被网友们调侃说,这首歌实际上是在嘲讽中国好声音的四位导师。 一时间耐英、汪峰、小高以及杨坤的评论区全部沦陷,与此同时,五十万让导师转一次一字的传闻再次被提起。 好奇心旺盛的网友们翻了翻历史的好声音,全国赛海选舞台,意外地发现,导师转一知识还真的有蹊跷。 其实好声音导师转身有内幕这件事情,早在2017年,陈奕迅就已经在节目里透露出来了。 这档节目从第一季就开始邀请陈奕迅这个天王级别的歌手前来助阵,只是他对这个节目并不感兴趣,所以一直拒绝了节目组的热情。 不过随着好声音有内幕的传闻越来越多,陈奕迅倒是来了兴趣,于是答应了节目组的邀约,决定亲自看看传言真假。 这一参加还真的给陈奕迅带去了不少惊喜,节目录完后,他回到香港,接受采访时透露了一些有趣的事情。 他说盲选阶段曾经有一个女歌手,当时他觉得这个人唱得一般,所以当导演问他这人怎么样时,他只是随口说了一句,并没有转身,于是那位歌手当时就被淘汰了。 谁知道过了一个月,陈奕迅再次听到了这个熟悉的声音,而麦里传来导演让他转身的指令。 陈奕迅没有转,但是其他三位导师却都转身了。 类似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件,陈奕迅的好奇心被满足,总算知道这个节目组的内幕都是些什么东西了。 他把这些事情说了出来,但是当时相信他的人很少。 纳英还站出来维护好声音节目组,并且指责陈奕迅不负责任乱说话。 难怪纳英会在这档节目当这么多年的导师,原来是早就串通一气,同流合污罢了。 纳英帮着好声音节目组出头,也不是第一次了。 曾经还因为汪峰未转移,而下场帮汪峰按了按钮的事情。 当时他给出的解释是不希望这个人才被错失,观众们也相信了他是出于吸财的心理。 直到现在大家才恍然大悟,什么吸财不过是因为导演组要求转移,但是汪峰没有转罢了。 随着好声音一记一记做下去,节目组也越发离谱,导师帮人按下按钮转动椅子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。 到了今年新一记好声音,新任导师潘伟博的椅子居然自己转了起来。 通过视频可以清晰地看到,潘伟博转过来的时候下意识嘴里说了一句芬芳之语,可以看出来他对于此次转身的行为也是十分震惊。 截至今年为止,中国好声音已经开播了十年,可以说是浙江卫视的收视长青树。 不知道有多少怀着梦想的年轻人曾经慕名参加了这个比赛。 目前节目还在接受调查中,尚未出结果,相信调查组能够公正调查,务必给大家一个交代。 难道普通人就不配站在舞台上歌唱吗? 当然不是。 有互联网这样一个平台,总会有那么一个舞台属于草根选手,会有那么一群公正的评委,客观地根据每一个选手的真实水平进行打分与评选。 自从李文录音事件爆发,娱乐圈就没有消停过。 一直保持沉默的浙江卫视终于发声称,好声音节目暂停播放,网友们只觉得大快人心,认为在这场正义之战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 然而真是因为人民群众的力量,逼迫好声音暂停播放吗? 据知情人透露,好声音一直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,而这次停播的真正原因,除了负面消息太多,最主要是因为有导师临时决定退赛。 节目组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导师,只能无奈叫停节目。 而那个传言中退赛的导师,疑似就是薛之谦。 当初,薛之谦为追求公平公正,在明日之子上当众摔话筒,头也不回地离开录影现场,现场观众骚动高喊,黑幕,冒着得罪资本的风险,只为还学员一个公道,甚至险些遭到报复,真性情,敢说的标签,从此就死死贴在薛之谦的身上。 在毛不易还没有成名之前,许多人都不会觉得他会成功,华晨宇更是公开承认并不看好他,只有薛之谦一直支持和鼓励他。 毛不易长相平平,性格平和,不会来世,在如今注重包装讲究流量的大时代下,注定不讨喜。 但他的才华得到了薛勒薛之谦的欣赏,一次又一次坚定地选择他,更是大赞他的原创歌曲很优秀。 在其他导师寻找有话题度,有流量的歌手时,只有薛之谦一心寻找真正有实力的歌手。 两人无疑是最好的搭档,薛之谦为毛不易奋不平,当场叫板资本,而毛不易燕京四座的原创单曲,也给了薛之谦最好的底气。 当毛不易站在更高的舞台那一刻,才华终于战胜了资本,薛之谦也有了屠龙勇士的赞誉。 这样一个有情有义的薛之谦在李文的事情被报后,竟一言不发,正大光明的形象受损。 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,在好声音的舞台上,薛之谦也发现了赛制的不公平, 但当他发声时,镜头无情地躲开他,当他想说一句公道话时,镜头却被残忍删掉。 而如今好声音暂停播出,似乎把薛之谦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,那个屠龙勇士没有真正消失,只是被捂住了口鼻,无法向世人宣泄他内心的不公。 李文录音被报事情,似乎让平日里光鲜亮丽的娱乐圈撕开了一个口子,露出底下泛着阵阵腐臭味的丑恶真相。 但娱乐圈并不是完全没有正义的光,不管经历过什么,要永远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,即便李文已经去世,但为他发声的大有人在。 先是学员纷纷为李文发声,虽然李佳杰的发声成了一个笑话,从刚开始的义正言辞到最后竟成了墙头草,向好声音道歉,被网友朝前到位了。 但不能因为一块坏肉就毁了一整锅好汤,除了李佳杰,其他学员也陆陆续续加入这场声讨好声音的狂欢中公开爆料,吐槽好声音的各种黑幕。 春天拨下的种子,在秋天丰收,曾经被李文生前极力维护的学员们,也知恩图报为他讨回一个公道。 王泽鹏、周飞哥纷纷挺身而出,晒出和李文的聊天记录,争取还原事情的真相。 李文在言语间慢慢都是对他们的重视,很欣赏他们的才华,也真心希望他们的才华能够绽放。 甚至可以称得上对手的梁静如战队的学员杨灿,也亲自发声为李文证明。 节目里名利案里禁止导员和学员私底下联系,但李文还是冒着巨大的风险要了他的微信号,一直鼓励支持他,陪伴他度过了那段被淘汰的时光。 这些学员可能咖位很小,甚至在娱乐圈查无此人,但仅凭一腔热血,也要为心目中最好的导师发声,不为别的,只为还他一个公道。 天理昭昭,报应不爽,此刻他们为李文发声的模样,比一线明星身上的光芒都要耀眼。 连曾经和李文游过短暂交情的学员都肯为李文发声,更不要提他的好友。 作为李文在大陆上唯一出席了他追悼会的好友,韩红也在微博上针对此事发出了自己的看法。 言语间能够看得出韩红很理智,他只言我无法对这件事情做评判,但我期待上级主管部门的调查结果。 虽看似没有替李文主持公道,但句句都在重点上,言语间还是能够看得出韩红对李文所遭遇的事情痛心疾首。 除了韩红另一位被李文视为忘年交的珍妮,也天天坚持在公开平台上为李文发声。 毕竟别看大家现在讨论的这么激烈,但网友是最无情的存在,一旦发生什么新鲜事,能立刻把他们勾引走。 等再发生类似的事情,大家继续骂,循环反复,该解决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,等热度一过,该狗的节目继续狗着,该赚的钱还继续赚。 或许早就了解娱乐圈的真相,珍妮才会坚持每天都为李文发声,只有一直维持热度,才有可能为李文讨回公道。 除了好友,合作方都看不下好声音的各种操作了,以前做过的孽,终究要反噬到自身。 长春广播先锋电视台率先公开发博表示,永远不和好声音合作,其品牌乳业也在社交平台,以短视频的形式,在上面赫然写着,抵制蓝台,从我做起。 作为好声音独家冠名合作方,评论区早就沦陷,清一色地让康师傅终止和好声音合作,康师傅最终只能无奈关掉评论,暂避风头。 深受人民爱戴的,人民会高高把他们捧起,而失了民心的,终究走不长远,从好声音上升到蓝台,互联网是有记忆的,好声音的猖狂也是有蓝台在后座靠山。 蓝台这些年不把艺人当回事,早就引得粉丝怨声载道,只不过一切都被资本压了下来,粉丝们也投诉无门。 高强度录制,导致高一祥晕倒延误救治猝死,张新成扳手腕手臂骨折,至今胳膊上还留有一条长长的疤,让张杰和世界吉尼斯记录保持者比吹气球,最终因缺氧倒地受伤,逼迫。